虎貝鐵橋在蘇拉鳳台大水催殖下八月設置 會補五點左右回去 現在大水已經退路 關乎文化處理官員邀請專家協助來回覽 了解鄧雅萬英以及收好方式 我們今天就邀請專家學者 還有就是來勘察我們這個虎尾橋段內的整個的狀況 那看過了以後我們就是會請他們來跟我們做一個評估 那我們將來修復的計畫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來進行這樣子 那也希望說專家學者因為今天拓郵他們看過了以後 對這整座的橋我們應該是有什麼樣的那種建議 丹春松是成功大學的副教授 也是一名專業的結構感應師 對國來上東有看過 因為鐵橋等氣管應是鐵橋的橋段沒有做保護 提出的大水重渡器人流這麼牛重鐵橋 這個災害照我的看法可能是中間的橋段 長期沒有做基礎的維修保養或者是保護工 所以在河道最中央被河水沖刷以後 整個橋墳就倒塌 所以倒塌力量相當大 把整個橋就往河裡面脫卸下去 維修看起鐵橋的鐵橋讓土地的橋墳移外去 讓人感受到當時的大水力量 現在舊比較大水提起了 土地的橋墳和橋墳也要普出水面 中間大學教授臨庭和丹春松副教授臨委 中間的橋墳都確定安全後 再來討論橋墳修保方式這麼透明 這個部分包括這個河道的變遷 我們有一些屬於牆救急的部分 那救急的可能就是這部分要怎麼處理 兩邊這兩個沒有倒的橋墳 最好做一些基礎的檢測 看底下也沒有掏空 因為這個是可能會接著發生的問題 然後再做整個橋的長期的一種檢測跟檢查 百年鐵橋已經存在這年要過的時間 剩下真實完成不久就讓大水沖下去 這幾天若民眾才能觀看 不知道這組代表好位的經濟 可惜只能夠在地的丁民散步 享受好位的經濟 記者的民間聰報道